我的女友叫舒悦,是我家附近私立幼儿园的幼师,胸大腰细,身材极好,长得野萌,或许是职业的原因,说起话来一股浓浓的小朋友口吻,但她私底下的一面,很反差,技术极好,各种身法也非常熟练,且格外主动,极好的体验,打消了我,只想玩一玩就跑路的心思, 决定和她在一起,长期持有,直到在一起三个月后,她决定玩法升级,所以,你愿不愿意和吴敏以及她男朋友一起去露营,到时候,我们蒙眼抽签,决定谁和谁一起睡,蒙眼抽签,这是要交换的节奏,我听得打了个机灵,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吴敏的身影, 她和书越是同事,也是特别好的闺蜜,我所在的小区,私立幼儿园,一年十多万的学费,手里没几个钱,别说买学区房了,连学费都付不起,像我这种,自己有个公司,带着儿子的高质量男,倒是比比皆是,这种级别的幼儿园,是很懂爸爸的, 所以,幼儿质量极高,一个个都是大美女,吴敏自然也不例外,她和书越是不同风格的,书越一头大波浪,神态风韵,女人味十足,她却是一头齐肩短发。 冷若冰霜,看起来巨人千里之外,我和书越确定关系时,为了财产问题,就说好了不会结婚,而且是开放式的关系, 简单来说,只要对方不染病,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指责,也不能管束,书越玩得开我知道,但吴敏私下里,竟然也玩得这么开,如果真如我想的那样,能把那整天冷着脸,傲气冲天的吴敏,暗在身下的话,死,仅是想想,我便有了些许反应,喂,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怎么磨磨叽叽的?书越着急了,习惯性的一跺脚,眉头皱了起来,整个身子随着她的动作,都在晃动,我跟吴敏说了好久,她才同意的,她坐在我身旁,单手俯上了我的大腿,眼神娇媚,吴敏这个男朋友,她说的可厉害了,哦,难道比我还厉害? 我的胜负欲起来了,不知道啊,所以试试呗,她的手轻柔地搓了起来,搓得我心里痒痒,干脆一把将她抱起,扔在了床上,恶狠狠道,先给你尝尝记性。 啊,她惊呼着跌在床中,双腿一盘,顺着我的大腿蹬了过来,身子自然地摆成S状,不断勾着手指,来啊,求求你让我好好长长记性。 一场大战之后,我累得满身大汗,拍了她一巴掌,记住了吗? 书月也松开了紧紧抓着的床单,吐出咬出齿痕的枕套,有些虚弱地附和道,记住了,给我倒杯水,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给她倒了杯水,捏着她下巴道,多久去露营?我问问吧,她一边喝水,一边拿出了手机,噼里啪啦一顿暗号,没多久便收到了回复,明天? 她问道,好啊,我站了起来,明天让吴敏也长长记性,她微微一笑,又是一顿暗件。 而后将手机屏幕转了过来,对准了我,只见屏幕上,吴敏回复道,你老公猛不猛啊?别是个鸡崽子。 嗯,她回复着,刚被她教育了,人都快瘫了。 吴敏回了个害羞的表情,道,我开始期待明天了。 满脑子都是吴敏的模样,我咽了口唾沫,不由得口干舌燥了起来,拿出手机,正准备看一眼黄历,书月立马补充道,帮你看过日子了,明日一出行。 这种事,必须自己眼见为实,我仍旧打开了黄历,看了一眼,书月没有骗我。 果然是个好日子,我也开始期待了起来,为了更好的发挥,我破例眉折腾书月,早睡了一晚,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在卫生间里刮胡子打扮时,书月悠悠醒来,阴阳怪气道,要,再刮你这点破壶茶呢? 我说扎得疼,你不舍得刮,现在要去和吴敏过夜了,你舍得刮了。 他阴阳怪气的,有股浓浓的簇尾,我也停下了手里的刮胡刀,一脸见笑地看着他,昨天是谁被胡子一扎,就叫上天了的。 去你的! 他恼羞成怒,抓起枕头砸了过来。 等了一个小时以后,他也收拾好了,化了个美美的妆,戴上了日抛隐形眼镜,眼角还特意贴上了闪光星星贴,一头大波浪,全束抛在右边,露出的左耳上挂着我送他的吊坠耳环,穿着的包臀紧身裙,完美地诠释出他作为女人的资本。 脚上更是套上了华伦天奴高跟鞋和巴黎世家黑丝,看起来性感的不可方物,这回轮到我酸了。 唯,这套打扮,你都好久没穿了吧? 我不满道,平时让你穿穿,你都嫌麻烦,今天就舍得了。 哼他一仰下吧。 不满道,就允许你打扮,不允许我也打扮打扮。 我靠了过去,一把搂住他的腰,将他抱了起来。 蛋妈,他娇羞着,象征性地挣扎,回房间去,再站一场。 我平静道,你确定? 他扭动着腰身,伸手勾住我脖子,整个人倚靠在我身上,我跟你讲啊,无名可比我隐大,你把子弹宣泄在我身上,我倒无所谓,但到时候他失望了,可就没吓回了。 一边说着,他拿起手机,打开和吴敏的聊天记录,点开一张照片,他今天穿这套呀,图片上,赫然是一套酒红色的小吊带裙。 这套裙子急省布料,只有前面有布,整个后背都暴露在外。 直到后腰位置才有了布料,但到了大腿跟位置,便是裙子的下摆,仅是看一眼,便能想象,穿这套裙子的人,整个后背全都要暴露出来,以无敏的气质和身材,穿这套裙子的话。 死,我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地松开了书院,好啊,你果然禁不住诱惑。 他拍了我一把,娇称道,这还没见到人呢,只是个裙子图片,你就心痒痒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人力有急嘛,好钢花在刀刃上才好。 他的脸立刻垮了下来,什么叫好钢花在刀刃上? 你阴阳怪气,谁是烂刀刃呢? 呸呸呸,是我嘴贱了,我赶紧哄了他几句,这一次他或许也有期待,难得地没有要求我给他买个什么礼物消气, 而是拽着我的手,一动一跳地出了门,怀着激动的心情。 我拖着我们俩的行李箱,终于中心广场,见到了吴敏和他的男朋友。 此时的吴敏,扎着一头高马尾,捆头发的红绳扎成小便。 混在头发内,身上穿着照片里的那套裙子,雪白皮肤在阳光映照下,显得格外亮眼,踩着酒红色高跟鞋的双脚,曲线近乎完美,更是性感绝伦。 他身旁托着箱子的男人,一看也是常年健身,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顶级身材,但站在他身旁,反而显得有些平庸了,书月钻下了车,几步跑过去,一把抱住吴敏,两人亲密地挽着手,说着悄悄话,他们仅是站在那里, 便将广场上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估摸着整个广场上的男人都想将他们俩彻底拿下,我在车上暗爽得不行,毕竟今晚之后,说不定我就能完成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顶级成就,满怀期待中,他们俩终于说完了悄悄话,朝着我的车方向走了过来,放好了行李箱。 男人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二女依旧腻在一起。 挤到了后排,他们压低了声音,不知在聊些什么,时不时便哈哈大笑,为了插进话题,我故作好奇道, 哎,吴敏,我记得你是短发啊,怎么几天不见头发这么长了? 被我点名,吴敏嘴角一抽,脸色立刻冷了下来,他将手扣在头发上,轻轻一掰,整个马尾竟然被他卸了下来。 书月说,你喜欢马尾,特意网购了这款假发。 他语气依旧冰冷,你不喜欢,我可以不戴。 别别别,我赶紧解释道,喜欢,很喜欢。 哼。 吴敏一声冷哼,将马尾扣回了头上,气氛陡然变得有些尴尬,书月立马将身子往前一探,撒娇道, 洛吉哥,人家这套打扮呢,喜欢吗? 喜欢,喜欢,副驾驶的洛吉连连点头,笑得像个痴汉,我从后视镜打亮着吴敏,他双手同时举起,低着头,正在整理着马尾变,想将马尾变再度扣回头上, 手臂和肩膀杨之欲一般的皮肤,深邃的锁骨,以及脖梗的弧度,仿佛几百人组成的拉拉队,在奋力地表达着他作为女人的魅惑,似乎察觉到我在偷看。 他冷哼了一声,抬起头来,在后视镜中对上了我的目光,紧接着他嘴角一抽,漆,嫌弃之色,溢于眼表,妈的,装什么呀? 他和书月的聊天记录我又不是没看,和书月聊天时,他可不是这般冷冰冰的模样,事前高冷,事到临头在谄媚是吧? 我一时一声冷笑,捏紧了方向盘,越是这样,越能激起我的胜负欲,等今晚抽签,我抽到他了,一定要把他这冷艳女神的面具四个稀碎。 很快,车到了山脚,停了下来,为了这次,露营能不被打扰,书月选了一座人际罕至的荒山。 从山脚到山顶,正常情况下,至少还要爬两个小时,但带两个女人,就会慢上许多了,他们俩时不时便会停下来,自拍上一张。 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越过了半山腰,在即将到达露营区域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无名露出了他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距离露营区域还有二十分钟路程时。 终于找到了一处平台,我和洛吉拖箱子,累得气喘吁吁的,不得不提出休息一会儿,二女也有些累了,他们拖过行李箱去坐着,我和洛吉干脆坐在了地上,一支烟还没抽完。 二女又动了。 吴敏,站在了平台边缘,身后便是万丈悬崖,他轻轻抬起手,扣住自己右侧肩头吊带,微微一推,将吊带卸了开,洪裙本就靠两根吊带撑着,卸掉右侧吊带后,整个右边立刻坠了下来。 吴敏,即将划过山峰的红,又被他手腕扶住,他坐在一脸娇羞,双腿拳起,风光半露,看起来性感的不行,好,很好,就这个姿势。 书月仿佛一个老摄影师一般,由衷夸赞着,而后找好角度,用手机拍了一张,好了吗? 吴敏问道,书月比了个OK,吴敏立刻跪在地上,左手称帝。 右手犹如猫爪一般,往前探去,他的长马尾从右侧垂下,刚好在镜头中挡住了裙子坠地的风光,可在我这个视角,却将那片风景看得一清二楚,这,我有些梦了,福利街。 啊,洛吉给我抛来一根烟,小蓝鸟上挺出名的,好几万的粉丝呢。 好家伙,白天高冷的一逼,晚上回家给粉丝发福利是吧。 说归说,我的眼睛压根没从吴敏身上绕开过,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干的。 洛吉有些无奈,一开始我挺不乐意的,但毕竟既不是真的出去空降,只是卖点图片,就能挣不少钱,后来也就看开了。 他沉沉吸了一口烟,吐出大口云雾,反正不结婚嘛,随便呗。 就在此时,吴敏又换了个新姿势,他整个人右转,前半身趴在地上,伸出舌头,做事去勾地上的木棍,高高翘起的后半身,仿佛一个圆润的水蜜桃。 正正对于我和洛吉,那极短的群体,在这个姿势下,已经越过了红线,没有白色,也没有黑色,一眼望去,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妈的,忍不住了。 洛吉将烟头往地上一丢,急匆匆地走了过去,将五米一把拉起,拖到了平台后的小树林。 虽然我听不见,也看不见,但那棵用来遮挡的树,已经晃动了起来,我满脑子都是吴敏在学校内高冷无情的模样,实在没法把那个冷漠女幼师和眼前的红军福利基联系起来。 趁他们搞事,我和淑月已经搭好了帐篷,洛吉他们的帐篷似乎是在某个超市用积分兑换的上面画着超市的标志。 我的帐篷是买的,为了和淑月翻滚,特意买的加厚地垫六人款,很宽敞,地垫也很软。 淑月进他们的帐篷钻了一圈后,便开始抱怨了起来。 不要,我不想去那个帐篷,太隔应人了,他抓着我的手臂不断摇晃着,老公,你去那个帐篷好不好? 我也不愿意隔应啊,我苦笑着拒绝,淑月却摇得更加厉害,身子也跟着贴了上来,又是摇耳朵,又是亲脖子的,把我调戏得起了反应。 他得手之后,更是蹬鼻子上脸,整个人犹如一条黄扇一般缠了上来,不断诱惑着我,你待在这个帐篷里,我现在就把你办了,到时候面对吴敏,我看你怎么办。 被他抓住软肋的瞬间,我挣脱了出来,为了把战斗力留给吴敏,我只得认怂去了洛吉的帐篷,那只刚进去,伸脚一蹬,刺了。 他们的劣贴积分帐篷,竟然就被旁边的树枝划出一个大口子,这么大个口子,挡风都不行了。 我钻出帐篷之时,正好遇到吴敏和洛吉手牵手走回来,吴敏头发已经乱了,脸上还有尚未褪去的潮红。 洛吉看起来有些疲惫,盯着破损的帐篷发起了呆,没事,睡我们的。 我指着我的帐篷,回去以后,我陪你一个和我一样的。 这,合适吗? 洛吉挠起了头。 听到他们的声音,书月也钻出了帐篷,看到这一幕后,他顿时无语了,你真是个破坏王,什么都能让你弄坏。 他指责着我,我却一直盯着吴敏的脸,这女人又开始高冷了,全程就没给我好脸色看过。 一想到他刚才拍福利图时的模样,我更加窝火,恨不得马上把他拖进帐篷,彻底摧毁他高冷的面具,或许是被我目光刺激。 他当即捂住自己,警惕道,干嘛? 就在此时,书月突然一步跨出,贴在他身旁,一只手搂住了他的脖子,脸在他脸上一直蹭着。 另一只手,直接从他的后背一侧,滑进了裙子里面,在他的小肤位置摸来摸去,一起睡嘛。 反正千筒我也扔了,正好,书月的声音,仿佛有种勾人的魔力,吴敏深深呼吸着,脸胀的通红,最终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这俩人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亲密关系吧。 我不由自主地幻想了起来,进了帐篷之后,我和洛吉各自铺好了自己用的床,坐在床单上,看着吴敏一脸娇羞,挪着小碎布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我激动着,将手伸向他的肩膀刚搭上去。 他整个人便好似触电一般。 立刻弹开了半个身位,他那冷落冰霜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女儿家的娇羞,对不起,我还没准备好。 没事,没事。 我安抚道,慢慢来,我先开了被子,道,先躺下吧。 说吧,我率先钻进了被窝,他纠结了些许,也跟着躺了进来,但却在我们两人之间隔了一块枕头,你让我再准备准备,他背对着我,难难道,我准备好了叫你。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不断地劝说着自己,可面对这张美背。 心里又着实痒的发慌,也不知熬了多久,旁边的床单内有动静了。 月姐,我早就想和你,洛吉低声说着,话说到一半,似乎就被什么东西堵上了。 没过多久,洛吉便猛地喘了一口粗气,我回头一看,只见他躺在床单上,上半身露在外头,下半身被被子盖着,被子拱起得弧度很高。 正在一上一下地挺动着,月姐,你技术真好,他由衷地夸赞着,被窝里也传来书月含糊不清的呜呜声,紧接着,书月从被子里钻了出来,直接骑在了洛吉身上。 他们二人的拉扯,精彩分成,书月几乎彻底放开了,比与我在一起时更加放肆,激烈的声音带起了洛吉的野性,他的喉咙中也出现了动物一般的嘶吼声。 这些声音是最原始的欲,饱含着繁衍的渴望,极为诱人,我被带得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住了吴敏的后背,紧接着,掌心传来了抖动感。 凑过去一听,吴敏早已呼吸急促,被子内的手也不自觉地伸到了腿肩,我们也来吧。 扣住他的肩膀,将他翻过来后,我毫不客气地开启了我们之间的博弈。 当晚,两个女人都完开了,两张床也合并成了一张床,征伐的结局,总是胜者通吃的,胜利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次之后,号称猛的步行的洛吉,因为早早的宣泄,彻底宣告再起不能,告别战场,我一龙战双凤,各种博弈,熬到最后,几乎是断片一般,彻底晕了过去。 第二天,我是被咬醒的,眼前的吴敏已经没了之前的冷漠,他颇为激动,道,张扬,张扬,你快起来。 怎么了?我揉着发酸的腰,苦着脸坐了起来,洛吉捡到了一个好东西。 我们搜了一下,发大财了。 他激动的眼睛都在发光,快出去看。 我被他拉起来,走出帐篷,却见洛吉将我带来的折叠脸盆放在地上,和书月一起蹲在盆边,两人聚精会神地看着盆内,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见我过来了,书月欢喜得对我招手,快过来啊,快看,你以前跟我说过这玩意,我还不信,没想到竟然让洛吉找到了。 抱着满心的好奇,我走了过去,瞄了一眼盆内的东西,这玩意犹如一团不规则的肥肉。 略带透明感,焦黄色,躺在装满水的水盆中,我看向他时,他突然抽动了一下。 卧槽,我竟得弹了起来,整个人吓得气都快喘不过来了,这这这,这他妈的是太岁啊,传闻中的太岁竟然真的出现在我眼前。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满脑子都想着犯太岁的后果,轻则家破,重则人亡。 对啊,这是太岁啊。 书月兴奋地跑了过来,握着我的手道,你不是跟我说太岁延年益寿吗? 这玩意三千一克都有人收的,这一块至少两斤重,咱们发财了。 可你知道,你知道延年益寿的代价吗? 我嘴唇都在哆嗦,找到他的人,会被他吸走寿命。 这叫犯太岁,而服用他的人,可以得到这一部分寿命,这,这叫延年益寿。 听我说完,洛吉顿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我找到他的,他颤抖着道,我不会被他吸走寿命吧。 我接连声呼吸好几口气,方才缓和了心情,严肃道,严格来说,你找到他那一刻,他已经起作用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洛吉仿佛抓住了求生的稻草一般,哀求着看着我。 怎么办?大哥,你说,我凝重地看向山崖,道,你求来的太岁,你得给他请走,到山崖边,对着他磕三个头,恭敬地说一声,恭送太岁离开。 然后,把他请下去,祈祷他,在你这辈子完结之前,不要被人找到吧。 洛吉颤颤巍巍地端起水盆,走到悬崖边,将太岁放了下去,按照我的吩咐,走了一遍流程之后,额头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汗水,还好你懂这些。 书月靠在我肩头。 一是吓坏了的模样,不然咱们不知道,真拿去卖了,洛吉就完了,钱啊有这么好赚,我无奈到,老板惊着呢,这都是买命钱,多给一些,等于照顾对方的家属,减少自己的因果罢了。 呼,没事就好。 书月松了口气,发生了犯太岁这种极端倒霉的事,我怕倒霉到路上出车祸,强烈要求再待一晚,散些晦气再走。 他们三人也跟着同意了,当晚,睡的位置换了一下,我和洛吉睡在两侧,两个妹子睡在中间,或许是一整天都受了惊吓,洛吉放松了下来,早早地睡了过去,我正准备睡觉。 吴敏的手又摸了上来,他趁着书月睡着,悄悄越过了它,趴到了我身上,不断地挤眉弄眼,我懂他的意思,但昨夜消耗实在有些大,我正准备拒绝,他居然学着书月的模样。 顺着我的身体滑了下去,盛情难确,只能顺从了,为了不惊醒书月与洛吉,我刻意控制了呼吸,避免发出声音。 但当我侧头看向书月时,却看到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他翻过我时,我就醒了。 他看着我,脚下一笑,低声道,好呀,我就知道你们要偷吃,说吧。 他撑起了身子,加入战场,怕吵醒洛吉,当晚只是浅尝些许,这两天过于劳累,我睡了个非常踏实的觉。 我睡觉,醒来之后,去见二女仍在我身旁,洛吉却不见了,我心头已经赶紧咬醒了二女。 道,你们快给洛吉打个电话,他跑哪儿去了? 无名手忙脚乱地拿出电话,给洛吉拨了过去,响了五六声后,他的电话终于接通了。 喂,干嘛? 他疑惑道,你去哪儿了? 我们很担心你。 无名颇为责备,我…… 他声音很是疑惑,我去打水呀,你们不洗漱的吗? 哦,无名松了口气,先不说了,我提着一大桶水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语气开始不耐烦了起来,好的,那你注意安全啊。 无名说吧,正要挂断电话。 突然间,听到了电话那头一声惨叫,啊,声音消失了,饭太碎。 我心里顿时涌出这三个字来,止不住的恐惧感汹涌而出,下得手都在发抖。 我们三人吓得不轻,赶紧从帐篷里钻了出来,沿着他打水的路线一路找过去。 最终,在一个陡坡旁,发现了他的手机,陡坡上是我们的水桶,已经摔得碎了,破片四处都是,坡上凸起的石头上挂着半片衣服。 那是陡坡穿着的颜色,真的饭太碎了,我大脑一片空白,近乎呆滞了一半。 看着陡坡上明显的滑动痕迹,不知过了多久,书月突然动了,他用衣服包裹着手掌,捡起洛吉的手机,狠狠砸向了石头上的碎布条,一下砸到,刚好将碎布条砸了下来,沿着陡坡飘了出去,你干嘛。 吴敏又惊又惊又惧,对他大吼着,那是洛吉的东西。 他滚下去了,这么高的坡,尽头还是悬崖,他死定了,书月意识吓得不行,但却还保留着一丝神智,抓住了吴敏的手。 他刚跟你一起买了个车,写的你们俩的名字,他这时候坠崖,他妈的用屁股都会怀疑是我们干的,你到时候有办法解释吗? 吴敏愣住了,紧接着,书月又回头看向了我,你也是。 吴敏和你上了床的,转头他男朋友坠崖,你有办法洗脱嫌疑吗? 我听得一时大惊,喃喃道,你说该怎么办? 我没办法,没有办法。 他抓着自己的头发,有些崩溃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吴敏听的哭声也跟着哭了,蹲在地上和他抱在一起。 这时候,我压根都没心思去想那些事,满脑子都是洛吉模样。 兄弟,抽烟,以后咱们混个连金当当,多沟通。 你可真猛啊,兄弟,折腾一整晚,阴容笑貌,游在耳边,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前天晚上还一起疯狂了一夜,说没,怎么就没了,想着想着,我鼻子一酸,眼泪也跟着涌了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大家都冷静了下来,书月率先说道,咱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统一口径。 怎么统一? 我疑惑道,如果有警察问起,咱们要承认这次上山是为了整活,我们四个都在。 他正色道,上山这事,路边摄像头都能拍到,咱们赖不掉,但我们可以说,下山的路上,吴敏一直在和我聊你的强悍。 洛吉吃醋了,在山脚要求我们停车,把他放下车,他自己打了个出租车走了。 说吧,他双手合十,对天祈祷着,老天保佑,求洛吉的尸体坠入深山之中,今晚能被野狼吃个干净,没人能找到,现在的局面,好像除了这样,也没了别的办法。 这事又发生在这么特殊的约会之后,警方不会相信洛吉这么个成年人,失足坠落悬崖,他们只会认为,是我们三个起了歹心,情杀洛吉,到时候,若是再遇上一个立功心切的警察,给我们关上几个月。 哪怕我最后能清白走出来,我的公司也会因此蒙受不可避免的损失,至于他们,幼儿园的高薪工作,毕丢,人都是自私的,在这个接骨眼上,连洛吉最亲密的吴敏,也没有反对。 三人统一了口径之后,迅速返回帐篷,收拾了所有的东西,并打扫干净了现场,伪造出一种愉快离开的环境后,立马朝着车的方向而去,坐上车后,书月坐在了副驾,将手放在我颤抖的手背上,道,慢点开,稳点,别让车轮留下你惊慌的痕迹。 他已经平静下来了,我却仍旧在恐惧中挣扎。 剑劝不动我,他玩耳一笑,手扶上了我的胸口,要不,我和吴敏跟你车阵一把,给你放松放松,突如其来的调情小玩笑,顿时开解了我的心情,我摇了摇头,握紧了方向盘,不用,走吧,先回市里再说。 回市区的路上,书月讲起了他的计划,归根结底就是六个字,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不能躲,反而要大摇大摆的,三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起回我家,然后大摇大摆的出去逛商场,在有监控的地方,留下更多的身影,只有这样,才能坐实我们的身份。 情斗胜利者的得意,而失败者,自然就该消失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这样,警察问起来,我们的行为,才能符合逻辑,书月的安排很妥,没有任何逻辑矛盾,在这个结果眼上,也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 车进入市区时,口供,我们也核对好了,万事俱备,我把车停在小区,大摇大摆的将二女搂着,回了家中。 一切都很平静,没有人打电话,也没有人找上门,但不知为何,我总是心神不宁,范太岁这种事,不可能只有洛基一个人倒霉,哪怕他死了,范太岁也不会完结,当晚。 我们撒睡在一张床上,却谁都没有博弈一下的心情,我只想这件事尽快地过去,不要影响到我,第二天,我带着他们俩大摇大摆去了商场,接连购物消费了两万多,在数家门店都留下了身影,并光明正大称呼二人为大老婆小老婆,店员们羡慕得不行,我却早已被冷汗打湿了后背,这一天逛街下来。 并没走多远,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我感觉格外疲惫,回家之后,我便沉沉地睡了过去,可是,该来的终归是躲不掉的,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书月的电话。 孩子我先送回家了。 吴敏在幼儿园等你,下班之后,你去接他,有点是要谈谈,他语气很平静,却总觉得有些微微发抖和落寂有关。 这个名字出现在他嘴里的瞬间,我仿佛听见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天似乎都裂开了,提心吊胆熬到下班,我立刻开车,去了幼儿园,吴敏早已等在幼儿园门口,他身旁站了一个穿着便服,但一眼看去便威严得不行的男人,你好。 男人见到我后,率先伸手,你是张扬,对吗? 嗯,我点了点头,身份证给我看一下,他脱口而出,吴敏立马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道,给他,他是便衣警察,徐警官,警察真的找上门了,我有些哆嗦,吴敏立刻扭了一把我的腰间软肉,疼痛传来, 缓解了恐惧,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克制着自己,平静道,警官,找我有什么事啊? 身份证,警官严肃地重复道,见我呆愣,吴敏立刻提醒道,杨哥,你不会没带吧? 没事,驾照也行,你去车里拿驾照呀。 好好,我仿佛逃跑一般,返回了车里,打开副驾驶的储仓,翻出驾照握在手中,我激烈地喘着粗气,浑身上下,抖得不行,吴敏比我好一些,他没发抖,而是在和警察交流着什么。 这时候,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让女人挡在前头,我心一横,一口咬破舌尖,剧烈疼痛下,恐惧一挥而散,走下了车,我将驾照递给了警察,顺势将无名搂在怀中。 警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警察看了一眼驾照,还给了我,关于一个叫洛吉的男人,他的家人报案,说他失联三天了,我们查到他女朋友,正是你搂着的吴敏。 哦,你说他呀,嗨,他完不起,我舌尖腾着,人却表现得非常淡定,将吴敏搂得更紧了,极为流利地将书月构思好的整件事说了一遍,警官,你看,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 吴敏突然的追问,听得警察眉头一照,糟了,这傻女人,怎么能说这种话,这不是百明了告诉警察,我们串过贡吗? 惊慌之下,我立刻捏了吴敏一把,他意识意识到自己失言,只得尴尬地笑了起来,警察并没有多问,而是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下来,而后对我伸出了手。 道,张扬同志,打扰你了。 案件有新的进展,我们会再联系你的,说吧,他钻进了路边的车,扬长而去,看着他走掉后,我和吴敏同时松了一口气,警察办案是有程序的,现在他们没证据,所以只是便衣询问,还在侦查阶段,我只能祈祷,落吉的尸体已经被狼啃了, 没法辨认,也没人发现,却没想到,仅在三天之后,书月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中,一回来,他便坐在沙发上,呜呜直哭,怎么了? 我将他搂在怀里,安慰道,不会是被人欺负了吧? 我…… 书月哽咽着,点了点头,那个姓徐的,他,他,他哽咽得厉害,说不出话,只是默默扯开了衣领,雪白的身子上,布满了巴掌印,操,这个变态! 我气得一拳垂在了桌上,我要报警,大不了同归于尽,别! 书月一把拉住了我,老公,别冲动,这对于我们而言,反而是好事。 好事? 我皱起眉头,怎么个好事? 他不是那种死守规矩的警察,书月继续哽咽着道,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种规矩,对啊! 他既然好色,那说不定也贪财! 老公,书月乌叶着,抓着我的手臂,脸上已经花了妆容,看起来格外让人心疼,我们都要平平安安的,为此,我被睡一次而已,没关系的,我心疼得不行,将他搂在了怀里,轻轻摸着他的头发,一旁的无名,也跟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当晚,书月又一次接到了徐警官的电话,这一次,徐警官指定他和吴敏一起去某个酒店的房间,想谈这个案子,我死活拦着他们,最终还是被他们说动了心。 老公,如果他只要身子,我们都可以给,只要能让我们仨平平安安度过劫难,大不了,以后你养我们,等这件事完了以后,我们再慢慢跟他算账,好不好? 他们离开家后,我狠狠洗了把脸,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拨通了那个电话,喂? 大哥,我的好大哥,我强忍着心里的苦,将声音调整得欢快,小弟这不是遇到困难了吗? 大哥,帮帮小弟呗,当晚,在市里的一个KTV内,我终于等到了我要见的人。 他是个退伍兵,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战友。 在市里当警察的人,不少,见面里奉上后,我哀求着道,大哥,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请您出面,帮小弟这个忙。 哎,你这个话就生分了,当初我孩子转校,你出了大力气,哥哥记得呢? 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暗示这次,是要还我这个人情,我赶紧说道,市里有个刑警,姓徐,接了个叫洛吉的人失踪的案子,你能帮我查一下他吗? 大哥的脸,瞬间垮了下来,你小子,惹人命了。 一边说着,他已经将见面里推了回来。 我赶紧拍着胸口保证道,大哥,弟弟不敢的,绝对没有,只是这警察最近以这件事找我麻烦,我想查查他的来头。 大哥皱眉思考片刻,还是将见面里提走了,只留给了我一句话,明天给你答复。 回到家里,我满脑子都是书月与吴敏,正在被姓徐的折磨的模样,他们俩现在很痛苦,我又怎么睡得着觉,一直握着手机,彻夜难眠,直到天色江明时,收到了书月的微信,徐警官让你九点来茶楼见面,有事跟你谈。 对了,你取点现金,大概三十万就行。 紧接着,是一张照片,他和吴敏坐在床上,两人都是头发凌乱,嘴角有血字,我们俩很好,不用担心,老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气得捏紧了手机,姓徐的,你胆大包天,等我知道你的底细,我看你怎么办。 八点半,我准时出发,朝着茶楼方向而去,路上又来了一条短信,拿起这条短信一看,我顿时傻眼了,准时来到茶楼,进了包间之后,便见着两个打扮像是农民的老人,以及穿着整套警服的徐警官,他坐在中间,身子笔直,老人在他左侧。 书岳与吴敏在他右侧,老人见了我,立刻骂出一堆听不懂的方言,而后抓着茶杯要砸,徐警官眼急手快,立刻抓住他的手腕,给了他们一个眼神,看得出来,老人对他的身份极为畏惧,当即坐了下来,徐警官这才指着他对面唯一的空椅子,示意我坐下,我坐到了他对面,他当即说道, 这次,我看在你两个女朋友的面子上,给你做一次调解。 一边说着,他拿出一个诉风袋,袋里是洛吉的衣物残片,别以为我们警察好糊弄,我们已经找到了洛吉的衣物碎片,上面的DNA残留物已经提取过,分别是你,洛吉自己,书岳以及吴敏。 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你们三人合谋,导致洛吉死亡,至于他怎么死的,还在等法医报告。 实话说吧,这事,凭我手里的证据,已经可以先把你们拘起来,但鉴于你的两个女友态度特别端正,所以,我愿意帮忙协调这一次。 一边说着,他看了一眼两个老人,趁老人不注意,在吴敏胸前抹了一把,吴敏和书岳同时看向了我,神色极为复杂,这两位是洛吉的父母,这件事究竟怎么定性,我说了不算,得看他们的意见。 说到这,徐警官坐直了身子,正色道,俗话说,民不举,官不纠,他们愿意撤案,洛吉以后就是个失踪人口,他们若是不愿意撤,那就别怪我公事公办了。 好了,不说废话了,我打断了他,直接点吧,要多少钱? 老头抬起了头,满是皱纹的浑浊双目,看了我片刻,颤颤巍巍地抬起了三根手指头,三十万。 我当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现金口袋,咚的一声放在桌上,来,大爷,你看看这笔钱够不够,你想得美。 徐警官打断道,他们不会说普通话,跟我讲过,他们要三百万。 可我现在只有三十万,你到底要不要? 我已经不耐烦了,徐警官见状,一把抄起现金口袋,三十万就三十万吧,先放在我这里,给你七天时间,补齐尾款,在此期间,你的两个女朋友就留在我这里,这样大爷大妈也放心。 说吧,他还假惺惺地问道,对吧? 大哥,我这边搞定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大哥恩了一声,挂断了电话,紧接着,警笛声音在茶楼四周响了起来,看着一匹匹的警察冲进茶楼,我终于松了口气,看着茶楼道,我的钱是那么好骗的吗? 在过来的路上,大哥便给我回了短信,他托人问了,最近没有名叫洛吉的人,失踪的案子报案,也没有姓徐的警察,在查这个案子,我遇到的徐警官百分百是假的,你最好想一想,你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大哥轻轻一点,我立马反应了过来。 徐警官也好,我现在能断定他们都是假的,因此,我拜托大哥一定要帮我这一次,我要把他们全都抓了。 之后,书越等人被捕,我进包间时,用手机偷偷录下的视频,成了他们敲诈的铁证,一整个庞大的诈骗团伙,终于浮出水面。 我也见到了死而复生的洛吉,原来,事情的真相,竟然如此简单,书越和吴敏这对闺蜜,专程应聘了这所高端幼儿园,平日里以勾引孩子爸爸为主,搞出故事,拍下视频,要挟敲诈。 他们已经得手了好几次,上套的爸爸们都是忍气吞声,默默花钱消灾,渐渐地,他们在爸爸圈里出名了,然后,他盯上了我,我家里的情况,他早从孩子嘴里套了个一清二楚,单身,自己有公司,有钱,有房。 于是,在他的刻意引诱下,孩子成了媒人,我和他在一起了,但他没想到的是,我对财产房的狠言和我在一起的时间里,他根据我看黄历的习惯,推测出,我很相信民俗,偷其所好。 他便经常和我聊这些民俗类的东西,也从我嘴里得知了太岁,于是,一场准备好的大戏,正式上演,洛吉也好,徐警官也好,都是帮凶,而那所谓的洛吉父母,是徐警官用五十块钱一个人,请来的演员,他们早就计划好了,钱到账,他们便一起消失,换个城市, 再度上演勾引爸爸的戏码,这件事之后,我抱着孩子,哭了好久好久,哭得孩子都莫名其妙,不断地给我擦眼泪。 直到两年后,孩子进了公立小学,我又认识了他的新老师,带编制,身家清白,长相普通,性格温婉的一个好姑娘,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逐渐解开了我对女人的恐惧, 我终于鼓起勇气,买了花,约他看了第一场电影,和他的故事,即将开始之时,我也要嘱咐兄弟们一句,一定要找梁家女,天将艳福多带到。